第九届海峡论坛 虞正生出席并致词 打破隔绝状态 开启民间交流三十年来 两岸民间交流始终绵延不绝 蓬勃发展 继续深化融合发展 推进两岸一家亲 成为与会嘉宾共同新生 海峡论坛系列活动丰富多彩 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7年6月18号星期天 农历5月24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下是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今天上午 第九届海峡论坛大会 在厦门人民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 于正生出席并致词 于正生在致词中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 向第九届海峡论坛的举办 表示热烈祝贺 向与会联案同胞 特别是台湾乡亲表示诚挚问候 于正生指出 去年以来 尽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遭严重冲击 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 但两岸交流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推进两岸民间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造福两岸同胞的决心和态度没有改变 我们已经相继出台了20多项政治措施 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 生活工作 创造更好条件 于正生围绕扩大民间交流 深化融合发展的论坛主题 阐述了五点意见 第一 深化融合发展 需要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 共同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两岸同胞要从两岸一家亲理念出发 加强交往 增进了解 逐渐化解新结 更好促进融合发展 共同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 第二 深化融合发展 需要进一步提升两岸经济合作水平 后执两岸共同利益 我们愿意首先同广大台湾同胞 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努力扩大两岸经济合作的社会效益 增加两岸同胞的受益面和获得感 第三 深化融合发展 需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增强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 两岸同胞要增强中华文化自信 中华民族自信 产发中华文化时代内涵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第四 深化融合发展 需要充分发挥两岸同胞的创造力 进一步增强融合发展动力 希望更多两岸同胞 参与两岸交流 不断创新交流形式 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一切 形形色色的分裂国家 损害民族根本利益的行径 维护好两岸共同家园 余政生强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与两岸同胞前途命运 息息相关 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持续奋斗 两岸同胞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 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 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在致辞中表示 海峡论坛是两岸最重要 最具代表性的民间交流盛会 对在论坛活动中感受到的 两岸人民颇具活力的交流 感到欣慰 希望能够利用这个平台 让两岸人民共聚一堂 谋求彼此更好的发展 洪秀柱表示 作为一个中国人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 两岸和平与合作 是现阶段必须追寻的目标 相信只要我们为两岸的和平发展 点燃新灯并坚持力行 就能让两岸的未来重现光明 期盼有朝一日 在和平之光的引领之下 我们两岸终归一家 祈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 21世纪必将是 两岸和平实现的新世纪 福建省委书记尤全 在致辞中表示 扩大民间交流 深化融合发展 福建有着特殊的优势 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 我们将充分用好 中央富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不断提升福建发展的 动力和潜力 我们将大力实施 敏台产业对接升级计划 推进敏台产业融合 取得新的进展 我们将持续推进 便捷往来通道建设 积极探索对台合作新机制 使两地资金 技术 人才等要素流动 更加顺畅 我们将突出深化两岸特色文化 和民间基层交流 出台进一步鼓励和支持台湾同胞 尤其是台湾青年 来敏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 使两岸民间交往 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展现出更加旺盛的活力 台湾村里长 联合总会总会长 陈建良等也在论坛大会上发言 论坛大会上还举行了 两岸交流30年嘉宾访谈 林文一 顾秀莲等出席论坛开幕式 在厦门期间 余正生还考察了 联新继承电路制造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 正行软件有限公司等企业 并召开了在敏台商座谈会 扩大民间交流 深化融合发展 这既是本届海峡论坛的主题 也是两岸与会嘉宾的共同期盼 今天的论坛大会 大家都有哪些感受 又有哪些感人的瞬间呢 请小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九年来海峡论坛这个一年一度的两岸盛会 汇聚了最广泛的民间交流力量 奏响了两岸民间交流的花彩乐章 今年的海峡论坛 两岸一家亲再次成为了两岸同胞 最有共鸣的主旋律 与会嘉宾纷纷表示 一场海峡论坛让我们看到了两岸 更好的未来 由海峡两岸企业家代表 献上的一曲《龙的船人》高亢激昂 唱出了两岸同胞一家亲的主旋律 今年这场精心策划的论坛大会文艺表演 还将厦门 泉州 台北三地的木偶戏表演艺术家 齐聚一堂 共同完成木偶戏《偶艺新传》 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新火相传 对于参加海峡论坛的两岸嘉宾而言 每年余正生主席的致辞都是他们最期待的部分 今年也不例外 余正生围绕扩大民间交流 深化融合发展的论坛主题阐述五点意见 呼吁两岸同胞都来为深化两岸阶级社会融合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引起了与会嘉宾的强烈共鸣 就是说在场的人可以听到一贯这么多年来 一向是用温暖的双手在接纳这个台湾同胞 余主席的讲话非常平时 就是是我们可执行的 特别是融合 这个融合是很微妙的 他不仅仅是说 你做投资做那个要融合在一起 一个家的一个感觉 我相信只要大家秉持着这个灵练 我两岸的经济发展一定可以更辉煌 我觉得后织文化融合发展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跟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根本 对那文化才是我们的根 论坛大会上台湾村里长联合总会总会长陈建良 代表台湾基层的年轻人发言 他说海峡两岸一脉相承 青年同胞血浓于水 欢迎大陆青年能多到台湾 协助台湾青年共同战赏 一带一路的宏观世界 共筑中华文明繁荣昌盛 这番讲话也得到了在场台湾同胞的热烈响应 因为我想这个联系人就是我们的希望 那当然我想让他们更了解说整个大陆的发展 那整个大陆的商机 那他们在整个这个人生的里程里面还刚开始 那有这个机会来接触这么广大的市场 能够跟人家进一步来做交流 然后到大陆发展 那这是非常好的这个方法 与会台湾嘉宾表示 两岸一家亲是大家的共同期盼和追求 希望两岸继续加强交流 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两岸关系 两岸一家亲 这是大家两岸同胞共同追求的目标 听了这个余林主席的讲话报告 感觉我们的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非常有希望 对这两岸人民的共同的心声 也期待早日能够达成和平同意的一个目标 让两岸人民的生活能更好 本台记者报道 今年的海峡论坛 恰逢两岸打破隔绝状态 开启民间交流三十周年 三十年里 两岸民众 从隔着浅浅的海峡无法相见 到跨海而来深化融合发展 彼此间的情感和渴望悠显珍贵 今年的海峡论坛 还邀请了一批从未到过大陆的台湾首来族 他们作为新鲜的年轻面孔 为三十年来的破冰再次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台湾的两岸青年交流协会 有十几位青年从未来过大陆 这几天借着参加海峡论坛的契机 他们忙着到处走访参观 结交不少大陆朋友之余 很多新鲜的体验也让台湾青年们耳目一新 作为这些台湾首来族来说 对于大陆的印象彻底颠覆了教科书带给他们的认知 我们第一次来大陆感觉来到这边看到这些建设发展 真的是很惊讶 大陆市场比较大 那相对那就会有很多的工作机会跟就业机会 那当然经济 因为你这边经济发展很快速 那相对的薪资所得也高 所以对于我们台湾的青年人来说 就会比较希望往一个大的市场来发展 当然这两年互联网一个蓬勃发展 我觉得大陆这边其实比台湾还要进步很多 我觉得应该就是不要局限在一个官方的行政 草根话在地话 然后让我们年龄层下放 海峡两岸两边合作其实我知道非常密切 然后我自己也想亲自来看一下 这么大的一个论坛里面 到底在谈论什么样的事情 而且我也很乐见 其实两岸的人民一起共同努力合作 1987年两岸同胞终于冲破隔绝状态 打开了交流大门 30年来海峡两岸发生了众多改变 上世纪80年代就从台北首次来大陆的陈明阳 清楚地记得 那一趟旅途他至少花了四天时间 往那时候很麻烦 到香港绕一大圈 那现在是越来越方便了 飞机大概一个小时 那船班大概30分钟 从有限开放到小三通 再到大三通 这些改变让两岸的往来 如今越走越近 越走越亲 早期我们都是在台湾资产 那等到通行以后 我们基本马祖的民众 大部分在大陆福州这个区块 都有资产买房子 那也是预备将来 因为我们地缘那么近 以后也许我们的生活会到这边 不管是来投资旅游 都有很好的照顾 各方面都对台湾同胞 都有很多的礼遇 甚至于现在我们只要一个台胞认 一个卡式台胞认 就通行无阻了 这30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你若觉得在台湾没有就业机会 在大陆有就业机会 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越闯 越努力 越积极 你就可以在大陆找到你发展的空间 30年来 两岸的交流越来越密切 两岸的交通越来越便捷 如今品尝台湾水果 跨越海峡 就业度学 都越来越容易了 30年来虽然发生了很多改变 但始终不变的 是两岸同胞的热切响念 深情呼唤 和亘古不变的血脉亲情 正好我87年开始进入暴界 30年一路走过来 就从一开始 两岸的冰封 然后破冰 交流到现在 整个的趋势 它是绝对不可以挡的 两岸真的是应该是要融合在一起 今年交流30年的意义特别大 又是一个新的里程 让我们往前走 雪浓于水这是没办法改变的 而且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浓密 本台记者报道 在今天的海峡论坛上 有这样一位冒蝶老人 他出生在大陆成长于台湾 他的大半生都奔波于回家的路上 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的故事 我这一生 有两段 忘不了 充满辛酸的回家的路 第一段就是为王国的老兵照亮回家的路 第二段是为我的儿孙指引他们回家的路 在这些许山东口音 今年已经83岁高龄的高炳函 向我们娓娓道来他的归乡路 从台湾当局开放居民到大陆探亲以来 他受一些老乡的临终嘱托 陆续将台湾老兵的骨灰带回家乡安葬 他说老兵的思乡情 他感同身受 高炳函出生在山东合泽 13岁的时候因战乱辗转来到台湾 56岁他才第一次踏上灰乡的旅程 最思念的母亲早已过世 在他看来 他护送的不仅是老兵的遗骨 更是满满的乡愁 是喝着那些老阁 那些老兵 他们牵着我的手 到了台湾 他们的理念是要 活着不能回家 死了要魂归故里 我说老弟 扶着把你们的骨灰抱回家 这一抱就是二十多年 他先后义务将一百多位 台湾老兵的骨灰 带回大陆老家安放 最远的曾经送到过新疆伊犁 他说他在有生之年 还要继续坚持下去 这些年两岸交流频繁 他每年至少要回大陆两次 去年夏天 高炳函带上他四个 从未到过大陆的孙女 回了山东 他们的根是在这边 他们的生命源头是在这里 希望在这边 能够让他们把家国 这个观念 就不要偏差 不要错误 这么多年 高炳函曾经在多个场合 讲述这些故事 这次走上海峡论坛 他想让两岸更多的朋友了解 三十年来 尽管两岸关系跌宕起伏 但依旧无法改变他的归乡之路 各人生我 台湾养我 这个是没办法分的 是不是 两岸永远一家亲 这就是一个血缘人缘定缘 我83岁了 我相信我这一辈子看得到同意 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在我是举办的海峡论坛的系列活动 今天下午 以面向未来为主题的第六届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开幕 来看记者报道 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在致死中说 自1987年两岸恢复民间交往以来 37.8万对两岸夫妻喜结连礼 在两岸交流困难时期 两岸配偶用爱情亲情的力量冲破重重翻离 在收获美满婚姻的同时 也为推动两岸交流和平发展做出了贡献 他希望两岸婚姻家庭当事人携手推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维护好中华民族这个大家 同时珍惜来之不易的夫妻缘分 经营好自己的小家 开幕式由民政部副部长高晓斌主持 省市领导李德金 卢江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台湾陆配服务团体 微信公众号巨镇启动仪式 这些公众号将提供最及时的政策信息 为台湾陆配提供服务和帮助 这个对我们生活在台湾的 两岸婚姻家庭协会的这些服务团体 帮助是非常大的 那么可能我们可以直接接收到 来自我们大陆的很多的讯息 那么让我们在台湾可以更好的服务 我们在台湾的所有的陆配姐妹们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下午 第九届海峡论坛 两岸桥联和平发展论坛 及海峡两岸 继港澳桥界圆桌峰会 在我市举行 中国桥联主席万利俊 副主席乔魏 省市领导雷春美 张灿民 陈子轩等出席论坛 万利俊说 两岸桥界始终秉持 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引领着海峡两岸和港澳桥界交流 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下一步 要继续助劳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民意基础 让更多的两岸同胞 共享和平发展的实惠与成果 台湾桥界组织代表 也从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 发挥桥界独特优势等方面建言 希望由于我们桥的推动 受造一个在海外一个和谐桥社的一个工作 找一条路 最终还是一种 希望能够大家互动 产生一个正确的方向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下午 第九届海峡妇女论坛开幕 论坛以女性社区治理她力量为主题 围绕两岸社区治理 展开交流与探讨 全国复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妍 在开幕式上致辞 她希望两岸姐妹要加强基层往来 共助姐妹亲情 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坚定拥护者 和积极推动者 同时要促进社区对接 共建幸福家园 进一步加强人员互访 组织互联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经验分享和家庭联谊活动 在交流中学习借鉴 取长补短 国台办副主任卢明彪希望 两岸姐妹借助海峡妇女论坛这一平台 发挥女性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加强交流合作 让两岸同胞的心越走越近 情越来越浓 省市领导薛卫敏 黄国斌参加开幕式 开幕式上 来自两岸的38个姐妹社区 和市县乡镇社区的妇女组织 签署了交流合作协议 搭建起工作协商 交流互访 经验分享 以及项目合作机制 本次论坛历时五天 期间还将开展两岸姐妹续亲情 化发展 和两岸女大学生交流等 系列体验式互动式交流和考察活动 本台记者报道 昨晚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高翔 来到第九届海峡论坛新闻中心 看望参加论坛报道的 中央和台港澳等 新闻媒体记者代表 本届海峡论坛 共吸引了中央 省市 以及台港澳地区的 102家新闻单位 652名记者参与报道 高翔代表省委省政府 对各新闻媒体记者 积极参加海峡论坛报道 表示欢迎和感谢 高翔说 优秀的媒体是有思想的媒体 不但是时代风云的记录者 而且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文明提升的引领者 正义与良知的欢呼者 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希望各位记者 围绕论坛 扩大民间交流 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 聚焦两岸同胞 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 和基层民众交流往来的精彩故事 更多关注两岸青年 共同创新创业 及两岸文化经贸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为论坛成功举办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同时各有关部门和论坛新闻中心 要增强服务意识 为新闻媒体采访 做好周到的后勤保障 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叶崇耕参加看望 本台记者报道 第十五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 今天在福州开幕 2017年厦门市篮球甲级联赛 昨晚开赛 由厦门援建的甘肃省临下州永静县 陆岛青少年活动中心 今天正式投入使用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第十五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 今天在福州改幕 37家厦门企业附容参展 厦门参展企业涵盖生物基因测序 智能制造VR AR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物联网及智慧软件系统平台 新能源新材料与生物环保项目等前沿产业 基本上展现了厦门作为科技创新城市的实力 其中大部分产品或项目都达到全省 甚至国内外先进水平 开幕首日已成功对接项目1008个 昨晚2017年厦门市篮球甲级联赛拉开战幕 今年参赛队伍达到了12只被分为AB两个小组 从昨晚开始到6月25号 参赛队伍将进行小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的比赛 积分垫底的两支球队将被降为以级队伍 在昨晚的比赛中 身穿蓝色球衣的厦门文广传媒队 以85比43大比分战胜了厦门宫殿队 今天由厦门远舰的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 陆岛青少年活动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活动中心总投资5800万元 占地面积9300平方米 中心围绕艺术科学阅读健康四个主题 设置了30多个特色功能室可容纳1500人同时活动 中心的建成实现了临夏州期限仪式 都有一所以上的陆岛幼儿园或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目标 体现了厦门与临夏两地人民的深情后益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下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获取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厦门广电的官方微博微信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